7月11日 香港中华总商会在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组聚会照 并留言透露 为了纪念荣誉会长霍英东诞辰100周年 总商会特意邀请了霍老亲属以及社会名人参加座谈会 分享霍老生前的贡献 缅怀与其共识点滴 由于长子霍振婷没有现身 所以家族中被分最高的次子霍振环理所当然地坐在C位 她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 打扮大方的体 已经74岁的她 岁月在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迹 索性精神状态还不错 她跟哥哥霍振婷一样 娶了女明星做妻子 只是有传奇妻一开始不被家族接纳 因此婚后极为低调 不像大嫂朱玲玲那样频繁出镜 霍家第三代来了四人 分别是霍启刚霍启山兄弟 以及霍思伟霍启文姐弟霍振环所出 大合照的时候 只有霍启刚能跟二叔一起坐在第一排 尽显敌长孙地位 戴住标志性眼镜的她 面带微笑 精神奕奕 状态大好 早前她上了TVB一档节目 节目中被查出患有中度睡眠制吸征 医生建议她戴住棉机帮助睡眠 本来不是什么大事 结果被标题党夸大成重病 令身边好友极广大网友担心不已 她迅速做出澄清 强调身体很健康 霍启刚弟弟霍启山 继承了妈妈朱玲玲的美貌 长相帅气 身材挺拔 站在人群中气质格外出众 早年跟张子怡拍过拖 与何超连传过绯闻的她 已单身了很多年 据说她想找一个像大嫂郭晶晶那样的好姑娘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找到呢 霍启文虽然也没有传来婚讯 但早前她被抱有了新恋情 女方甜美可人 跟她相当般配 罕见露面的霍启刚堂妹霍思伟 穿着深色衬衫裙 刘卓干练的短发 造型简单难掩气质 私生活极为低调的她 年初被抱已低调结婚生娃 生活幸福美满 仔细观察 这次霍邀出席活动的五位霍家成员 全是长房人 所有照片都没有陷到二房三房的身影 也难怪 霍英东再生的时候 对三房人要求分明 继承家业只能是长房 二三房不能涉足家业 也不能经商 可以从事医生 律师等职业 因此 大部分正式活动 能代表家族露面的 都是长房人 不过 二房孙女霍勇师霍勇盈 近年活跃在社交网 并不是参加葛众派对 相信很多网友 对她们都不陌生 姐妹俩都已经结婚 霍勇师老公身份比较神秘 霍勇盈嫁的则是 门当户对的胡志略 婆婆吴婉芳同样是港姐 罕见的是 霍齐刚在其个人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四张父子同矿照 并在留言中透露了 她与父亲以及两个弟弟 一同出席了祖父霍英东诞辰 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霍英东曾是一位传奇的商人 她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支持 助体育事业的发展 在她的离世之际 一众正商名流分至她来 包括赌王何鸿燊 首富李嘉诚等 彰显了她在社会中的显赫地位 为纪念她的诞辰一百周年 相关机构举办了一场座谈会 以表达对她的悼念之情 霍家四父子平日里各自忙碌 然而他们的出现 却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支持之情 霍齐刚一直以来都对爷爷怀有崇高的敬意 她积极参与座谈会 怀着虚心学习的心态 当她细听一个又一个关于爷爷的故事时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爷爷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和热爱 祖父的勇气和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 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全家的心中 成为了我们永恒的精神支柱 在曝光的四位父子的合影中 他们身着剪裁精良的西装 皮鞋闪耀柱光泽 头发整齐的打理柱 打扮也是十分考究 父亲穿一件白色衬衫和一条黑色裤子 他身着西装革履 英姿飒爽 令人心持神往 站在中央的是 霍启光的父亲霍震婷 他已经迈入了77岁的高龄 头发斑白 但庆幸的是 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健康 精神状态非常年轻 充满活力 他以前配偶朱玲令玉有三名儿子 然而自从离婚后 他便一直独身多年 未曾再嫁 霍启光 作为霍家三兄弟之一 享有极高的声望 毕竟他的伴侣是跳水皇后郭晶晶 据悉 尽管霍英东仍在孕育新生命 但他对郭晶晶的表现感到十分满意 坚定地支持他的孙子 希望能够迎娶他 霍启光与郭晶晶结位夫妇 多年来一直保持住深厚的感情 经常结伴出行 因此在娱乐圈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被誉为金童玉女 这对夫妇在婚后育有三个孩子 他们的孩子们都表现出了极高的乖巧和懂事 尽管霍英东已不在人世 然而霍启光常常带着他们一同前往祭拜对方 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站在霍正廷的身旁 那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 正是霍家的次子霍启山 她是三兄弟中唯一一位未婚的 母亲朱玲玲对她39岁的现状感到担忧 尽管她曾公开催促过婚姻 但似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她一直审谓于工作 周围没有可靠的异性出现 一位身着深蓝色西装的绅士 身份为霍家三公子霍启人 又名霍启人 她今年54岁 是各地道的北方男人 在三位兄弟中 她是最为低调的一位 平日里专注于工作 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在她早年的感情历程中 经历了许多波折 但在2019年 她邂逅了一位真命天女 这位女孩长相甜美 与她的容貌相得益彰 她的初恋是在一家公司 做销售助理 在工作上有很多机会 可以接触到女友 所以她一直把女友 当成最亲密的伙伴 然而 她对女友的隐私保护有加 两人相恋近四载 外界对女友的身世背景 并不十分了解 愿着对恋人早日喜结连理 霍家的喜事即将到来 让我们共同见证 这段美好时光的到来 霍英东在香港的权势有多大 许多人可能无法真正理解 简单来说 霍英东在去世之前 他已经是国家的领导人之一 副国籍的领导 另外 他在香港就是代表了北京 另外 对于内地来说 霍英东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 一个可以跟国际很多体育组织 还有很多华人富豪都说上话的人物 许多人都知道 霍英东曾经被英美打压 那是因为在寒战期间 霍英东为内地运送禁运物资的关系 不过到了后期 因为霍英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连港督也不得不跟霍英东妥协了 1978年霍振庭跟朱玲玲在香港结婚 霍英东一改霍家低调的传统 不仅仅给朱玲玲家支付了1000万的聘礼 同时 霍英东还花了巨资 在香港摆下了世纪婚礼 加上朱玲玲双料港姐的身份 自然是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 霍英东为何要这么做 今年之后 霍振庭的亲弟弟霍振环 想要跟少氏女明星陈琪琪结婚 霍英东却认为对方是女明星而不同意 还闹到了父子两个人有了矛盾 为何霍英东就同意霍振庭曲女明星 而不同意霍振环曲女明星呢 因为此一时比一时 1978年霍英东就要高调 他就想要让全香港人看看 我霍英东已经回来了 因为在50年代偷运禁运物资帮助内地 霍英东算是彻底得罪了英美 当时霍英东还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后来霍英东生意越来越大 英美对他的打压就越来越大 当时还有人说霍英东曾经贩卖军火 另外霍英东的新光航开业的时候 英国佬就无故停掉了新光航租户的店里跟电话线 后来他们又逼住货地把新光航卖给一和 1965年香港拍卖海军船物地皮 当时只有霍英东一个人去投标 结果霍英东中标之后 英国佬突然宣布投标无效 最无奈的时候霍英东只能选择离开香港 去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方游历了半年 罢工运动过去之后 霍英东才回到了香港 这个时候霍英东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地产大佬了 为了跟英国人妥协 霍英东不得不把价值30亿港币的新光航 以4000万件卖给了英国的一和公司 除了跟英国佬妥协 也得重新发展的机会外 霍英东更加积极跟内地联系了 1967年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 为了掩人耳目 他选择先去澳门 然后再从澳门出发 1971年 霍英东在香港开始重新崛起 在一个公开场合 霍英东跟港督微笑握手 这个事情对于霍英东在香港产生巨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事情是 霍英东一直在秘密帮助内地 恢复在国际各个体育协会的合法地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奥委会的地位 因此霍英东还被台湾盯上了 并且下了通杀令 派了杀手到香港对付霍英东 当时每个月 霍英东都会安排新华社的记者 在自己家里会见香港各行各业的精英 让他们加深北京的了解 每一年霍英东都会组织香港企业家代表团到内地参观 霍英东利用英国佬改善关系的契机 开始大力发展 到了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 霍英东的生意帝国已经涉及石油 航运 酒店 旅馆 博彩 建筑 地产等等 旗下各类公司总计60多家 在全球拥有10万员工 这个时候香港人都知道 霍英东举手投足就可以影响到香港的经济了 因为霍英东的影响太大 英国劳法要主动跟他妥协了 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打压霍英东了 1977年朱玲玲当选香港小姐 引起了香港巨大轰动 霍振婷在一年之后选择跟朱玲玲结婚 霍英东特意安排下一个轰动香港的世纪婚礼 因为这次婚礼就是要做给香港人 让他们知道霍英东回来了 在婚礼上面 连港督麦里浩都出席了 麦里浩参加霍英东家族的私人聚会 这说明英国佬正式的妥协 霍英东在香港的声势达到了巅峰 朱玲玲跟霍振婷的婚礼 可以说在香港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背后的政治因素也是不可忽视了 1978年之后 霍英东在香港也已经无需担心英国佬打压了 于是他开始公开大力支持内地的发展 他先是在中山建立了度假温泉酒店 随后他又投入巨资在香港建设了五星级酒店白天鹅 当时国内的五星级酒店都不公开 霍英东在开业的时候却公开邀请全广州市民去参观 当天广州几十万市民涌入白天鹅 结果把名贵的地毯都踩烂了 下属建议停止公开参观活动 霍英东却说全部损失都算他一个人的 之后霍英东更是开始大力去开发南沙这片荒芜之地 1993年霍英东当选政协副主席 成为了副国级的领导 这个时候霍英东在香港地位已经非常超然了 很多人问卫和第一届的特首不是霍英东 因为当时霍英东的地位已经超越了特首 第一届特首的产生 霍英东在里面也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实对于香港来说 霍英东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霍英东还在的时候 香港就拥有一个可以跟北京各个大人物 直接沟通的大人物 很多不能在正式场合谈的事情 就可以通过霍英东先去反映 2006年霍英东去世 对于香港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如果霍英东可以多活十年 那么香港一定可以发展更好 霍英东重病的时候 他的待遇也体现了他的特殊地位 霍英东2005年重病的时候 北京是直接派专机去香港 把霍英东接到了北京来治疗 霍英东最终也是在北京去世的 纵观香港过去100年 没有一个人的权势可以超过霍英东 未来的100年也不会再有人超越霍英东 说霍英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真的是不夸张 到底是霍英东创造了时事 还是时事创造了霍英东 没有人说得清楚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